《新台湾加油》 但是万万没想到一语成称吗 这个是国际线相关组织都在关心 在中国的非洲猪瘟到底有多严重 尤其今天我们出现到 有一个令人感到十分震撼的画面 从这个画面当中你看到什么 猪只扑死街头的一个影片 那到底有多严重呢 现在许多的老百姓 他们自己也透过了自己的一个视频去宣传 台湾人千万不要小看 因为如果这样的超级病毒进到台湾怎么办呢 应该是说在4亿多头猪当中 有出现有20万 有人说30万 甚至有人说是60万头猪被扑杀了 那这些猪只被扑杀到底有多严重 那重点是说真相是什么 在4亿头 在中国的猪只饲养的过程当中 现在面临到什么样的情形 因为现在防疫呈现失控的情形吗 今天你看到 蔡英文总统第三次的回朗谈话里头 特别呼吁中国不要隐匿疫情 要及时通报 那我们的防疫上 现在在全民应该动用的状况之下 可能会出现什么一个漏洞呢 尤其中国的肉品不断的攻台 这里头有台湾的旅客 有来自于中国籍的配偶 有来自于越南的配偶等等 今天还出现一个不可思议 这是在淘宝网的卖家所证实 他说什么呢 他说其实他买的是什么 他买的根本只是一条绳子 结果竟然还附送什么 还送你这个火腿肠 那的确已经寄到了一个台湾 所以防疫局怎么因应这种状况 所有的游地的货品 都要由这个官务署 以S官来进行查验 可是对于这样子呈现这种情形 这是社会平权的一个贴文当中 就是说怎么去 像淘宝网去买这个宠物用品 用的这种家常的牵引神 对方在出货时 在里面还附赠了宠物食用的肉品 作为赠品 竟然成功可以进入台湾 好 来一一为您解析 台湾现在面临的状况 当然中国刚刚透过 非常震撼的画面里头 我们要了解实际的情形 是怎么一回事 为您邀请到 有国会观察机机会的董事 姚立敏老师 大家晚安 好 继续问您介绍 台大受益系的明月教授 赖瑟穗老师 大家晚安 在我们现场 还邀请到防检局局长 冯海东 冯局长 特别波荣来到我们现场 局长晚安 大家晚安 还有政治评论家简于燕 主持人好 大家晚安 事实上于燕今天来到我们现场 要跟我们共同关注的 还有多起的政治事件 首先你看到 这是科B定锤大巨蛋要盖 盖还是不盖呢 其实文化部部长 郑立军这么问她了 这是登上今天 中国时报的头版的新闻 当然了 我们还要请教于燕 还有另外一个消息 蔡柯会报内幕 这是自由时报 今天所登出的头版 当然也看出来 做这么大的篇幅 这是个独家新闻 传出柯 呛 先交出战犯 好 今天登上 今天自由时报的一个头版 江湖的新闻 要邀请他们共同解读 联合晚报 今天头条新闻 是告诉我去讲话吗 蔡英文总统今天回廊 谈话特别强调的是 不是总统说了算 也非促转会说了算 就是今天在10点40分 在总统府回廊 谈话当中 蔡英文总统谈话 在进行解读 还包括立法院陈廷飞 小军 大家好 还有呢 新科的时代力量 高雄市议员林雨凯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 晚安 前时报 周恩总编辑 郭栋大哥 小军好 大家好 好 这是一个现在最新情势的发展 非洲周恩在中国疫情 在蔓延同时 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已经说了 疫情在中国已经扩及到 有22个省市区 凸显中国的治理能力 出了极大的问题 他说陆委会到现在 已经三度发函 希望中国可以通报相关的状况 但是呢 中国基于政治考量 仍然没有寻协议的方式 通报台湾 来看陆委会的最新声明 我认为整个非洲之温 最重要的问题是 北京的治理能力 已经失灵了 没关系 这件事情 我们陆委会或是海基会 有没有透过管道 跟对方的国台办 或是对方的海协会 沟通有 这件事情非常严重 我们必须要做双向交流跟沟通 有没有 有还是没有 我们在最后一次的信里面 有已经提出 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 12月14号 12月14号 我们有正式去 去寒希望 一个交流团 到对岸去 仔细谈一些细节 那已读不回吗 目前还没有回应 还没有回应 我们希望再表达 我们的立场好吗 尤其最重要从网购 网购里面 其实会出现这个状况 我们也列了三个要谈的意见 很多人以为是活体的 才会出现状况 其实已经变成 变成这个 一档起来 都是出现状况 陈于林要来台湾 那当然最主要 但是调研江敏坤董事长 那但是有提到说 要跟连战碰面这个部分 刚刚您的答案 似乎是说是不适宜吗 是 为什么 因为两个 现在都不是官员 一个在大陆也不是官员 连战也已经卸任非常久了 两个就是有老朋友的关系 为什么不能见面 我觉得这样的话 是非常不合理的 这部分我想大家都 陈于林来 我想所有的媒体都是公开的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跟连战见面这件事情 是不适宜的 能不能请主委说一下 我尊重委员的看法 但是我刚刚很清楚讲 两岸没有失忆 这见面 两岸没有失交 请问一下 这不是实际 台湾是 我们是民主国家 竟然不能跟连战碰面 这对台湾的民主 是个笑话吧 这是一个角色跟行为的问题 我觉得这根本就是 就是钳制自由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我尊重委员的看法 如果在中国大陆发生 我觉得还 大家还说那是一个威权国家 在中华民国 竟然 陈云林不能跟连战碰面 天哪 这是一个大事 我就说伤害台湾民主 也对台湾的自由民主 我觉得这个部分 你们千万不可以做出 这么 这么严重的决定 我这边真的 很严重的警告 我尊重委员的看法 如果说将来 陈云林他一起 协认官员 要用自由行来见连先生 那是好 但是今天他这次是来调宴 两岸之间 没有什么私交 我再说一次 只有公疑 他是以前海协会会展名字 来调宴 海机会 也没有说是私交不私交 好 这是立法院 陈云通主委 在回答相关议题时 可以看得出来 扎扎实实所摆出的是 一个强硬的措施 他认为要落实 不管是非洲猪瘟 或者这一次 陈云林要来到台湾 我请教授局长 在非洲猪瘟方面 资讯不流通 资讯没有办法公开的 中国很显然 现在亚洲唯一的疫区 非洲猪瘟的疫区 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地方了 这个地方成为亚洲的 唯一的一个 非洲猪瘟的疫区 您所了解 到底22省 这个背后的真相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今年8月初的时候 中国大陆这边 发出了第一个讯息 就是8月4号的时候 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这边通报了 它有非洲猪瘟的疫情 那在很短的时间 它就在各地扩散 一直到现在已经有22省95厂次 这个数量其实 比我们估计的可能还要觉得应该会比这个更严重 那大陆这边因为它的疫情比较没有那么透明 那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是它自己公布的资料 跟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中间有一个时间差 那外界的一些估计数字也不是那么精准 那但是我们研判这个病毒的 发病的这个严重性来讲的话 应该不止于这些数字 那依据它的官方通报是只有将近25万只的株子去被扑杀了 那真正感病的只有8000头左右 那我们是认为这个数字应该是远高于这个数字 感染的只有8000头 那你们所了解你说扑杀有25万头 对接近25万 接近25万头 你看到这是网路所流传中国视频的画面 画面当中显示似乎好像是在个小村庄里面 有人开车 沿路上看到全部都是死猪躺在地上 那部分它这个尸体还流出大碳的血水 但是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的防护作势 这样的画面应该怎么解读呢 这个局长应该怎么看 我是看这个影片 我是认为是说 它有可能是在载送这些死猪的过程 因为大陆很多后院养猪 每一家每一户都有养 然后头数都不多 三头五头的 因为发病的关系 把它从这个猪舍里面移到路边上来准备运走 所以在车辆开过去的时候 可以看到这些死猪的情形 运走是这样做防疫 运走不是要去扑杀掩埋吗 什么叫运走 运走运去卖吗 这个我一看影片你不知道 看影片只有看到它 我看研判是它要做运输之前的一个准备动作 但是运去做什么并没有交代 怎么可以允许是做这样的防疫呢 运勒老师 机长说它是后院养猪两三头或是几十头都感染了 那那些大猪产虫不会感染 我感觉到这次的中国的这个非洲猪 可以它的感染 是可以当为金氏世界的那个记录 为什么呢 它的那个流行病学的一个传播这么快 连我们这个这些不管是人医或瘦医方面学这个流行病学的都没有办法来都被它讨倒了 哪里有说几个月的四五个月的期间呢 从东北一直在一种传到我们福建这一两千公里的一个速度 那一般我们我过去也谈过说 它这个非洲猪瘟呢 它事实上致死性很高 但是它真正的传播不像可提议的空气传染 它不会那么快 所以你如果按照这个所谓的这个标准的程序 对非洲猪瘟的恶性传染病的一个控制处理 它是没办法传播那么快的 它会变成说很慢 可能一年才传播一两百公里这么久 这是过去在欧洲在苏里 说俄国他们流行病学以后所得到的一个结论 所以你看这次中国的这样的非洲猪瘟的传播呢 一定会让世界各国的这个学者 就流行病学学会感觉到非常的纳闷 但是刚才军长讲了 他连那个后院养猪两三头都感染了 那拜托今天那些大猪产会不感染吗 这个中国我认为中国这些兽医 我都为他们感到难过也羞耻 他们这个兽医到底在做什么 像我们台湾当时口提议发生的时候 在台湾口提议 藏了20年没有把它破灭 我这身为一个兽医我都非常感到非常的羞耻 那当然我也尽力了 以前我要认为口提议应该怎么做 但是没有完全照我的意思嘛 事实上口提议的那个当时口提议的发生的时候 感染的猪还不到50万头 虽然大家全岛全国都在3月20号发布 但是还没有那么多 那如果那个时候 照我的意思 就是跟小军在这里讨论那个H5N6的方式一样 如果你当时全国马上禁载 禁运 10天两个礼拜 全部把它这个感染场都杀掉 可提议今天不会再有了 当然这是过去 那天那个苏博兄他在讲 过去他当立委 他不能过 前国民的地方也许苏博 其实我不能 已经杀300万不能再杀了 那以前那个时候 所谓施敏德也是这样 我在上那个TVV Vest的时候的那个 政论节目谈论性权 他喝了一点酒 他跑来赖教授 你不能把台湾的猪全部杀光 我怎么会把台湾的猪全部杀光 那就是说你要按照 一个专业的人的一个知识 来处理这个疫情的一个控制 这个是非常专业的 不是说你用一个立委就可以来解决 我再讲一个比较专业的 你现在核灾期的那个食物 怎么可以说用公投呢 拜托你 那你说狂牛病疫情的 牛肉可以不会进来呢 不可以也因为公投吗 那是一样非常专业的 像我是狂牛病疫情的一个委员 那这个狂牛病疫情的委员 你必须要让这些专业者来讨论 这个有危险性 又要经过 经过那个叫做风险评估 才做的这样的一个 所以这次的核灾的那样的一个公投 我认为民进党这些 真的非常狮子 这个议题不应该来作为公投 那今天这个非洲作文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中国这样的处理 很显然的中国完全隐匿了这个疫情 而且这个非洲作文呢 并不是说他只有在中国会危害他自己国家的那个 他会危害他 我今天在这里预言 大概不会到太久 东南亚国家都会沦陷 台湾也会沦陷 你说现在亚洲唯一非洲猪瘟的疫区只有中国 我历言是 东南亚很多国家很快会沦陷 你北韩跟中国都是很近嘛 当然他们有一条什么压力僵 那个可以隔阂 但是呢其他的国家都是黏在一起的 所以日本韩国他们应该是非常的紧张 非常害怕 应该东南亚很快就会沦陷 我们台湾呢 现在因为我们一窝蜂的在讨论 总统也出面 把它升为国安安全的一个层级 所以现在的热度呢 应该可以把它嚇阻进来 但是呢有一天久了 台湾人是三分前的一度 你今天如果我们免得在这谈 再过于一阵子不谈 忘了 那忘了 那海关什么松懈 三分热度 再来如果真正的两岸一家亲来了 那还有什么话讲 这非洲猪瘟一定会进来 就很担心被两岸一家瘟啊 对 我是认为这个东南亚很快就会沦陷 但是因为这非洲猪瘟在中国没有那么快清除掉 所以我们台湾不是 我不是说明天就进来 很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或者甚至两年以后一定会进来 那老师您讲说 你断言东南亚附近的国家很快会沦陷 原因是什么 也包括我们吗 当然包括我们 但现在我听人讲 这个也是很可靠的消息 对 东南亚国家已经有一个国家已经沦陷了 那他们的 沦陷的定义是说 这个朱瘟已经传到 非洲猪瘟已经传到那个国家去 昨天农委会的副主委黄金城是告诉我们 昨天是14号公布要采法之后 有41件进来 41件去检验当中 有5件是里头含有病毒的 就是非洲猪瘟的病毒 这里头有包括就是 就是腌制的 像是肉肠 腊肠 加工制品 对 加工制品有5件 等于是说 其实这个超级病毒 非洲猪瘟已经进来台湾 有5件检验有了 至少有检验到了有了 这个检验不到我们就不知道 检验5样有了 可是目前为止 等于我们还没有让这个病毒去接触到猪 因为没有疫苗 接触到猪 百分之百 猪一定死 而且是快速的点 线面可能会蔓延进去 你说 台湾可能也很难挡得住 挡不住 有一个东南亚国家已经沦陷 已经沦陷 我现在定义是说 它已经病毒已经传染到猪之身上了 已经在那里 而且他们这个国家 因为现在还没有向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承报 所以我们也不能去说哪一个国家 但是他们的防疫单位 也是很努力的想要把它 把它清除掉 清除掉 但是应该是没有那么容易 我是 刚才我为什么会这么敢大胆的预测 我们从这些香肠 腊肉里面可以检测到 非洲猪瘟的病毒 那表示什么呢 表示中国的这些感染的猪 它还在利用 在进入食物链里面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 很可能 它那边的猪的感染 它把猪感染的猪 运到哪一个地方去屠宰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会把这个病毒散播 所以会从东北三省 传到这个福建 一两千公里的地方 不到五个月 全部沦陷了 全中国沦陷四亿三千万只的 这个投诉的猪 它向动物卫生组织 只有呈报说 它有二十九个病例 有四万多只的猪 感染杀掉 不是还八千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已经隐匿的非常严重 我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资格 在这个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里面 当一份这个会员 对不对 这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隐匿这样的疫情 你这个世界卫生 动物世界卫生组织 这个是在干什么 这样的国家 你还让它进入这样的一个会员国 这是非常非常悲哀的事情 那这个非洲猪 我的预测是说 很快东南亚会沦陷 那这个国家沦陷的状况 是什么情形 它的非洲猪瘟 进入它的猪肢 它的传染途径 你所了解状况是怎么样 它的传染途径 当然非洲猪瘟以后 猪对猪的一个接触 它的排便 它的呼吸出来的东西 那都有高度的一个病毒 非洲猪瘟感染到猪以后 事实上很容易就 它是没什么太大的症状的 一个猪场 本来猪每天 养猪的人天天在看 我的猪都很好 突然如果死掉好几头 那个死掉了好几头的猪 可能没有症状 它有发高烧 但是没有症状 可能有 有点咳嗽 呕吐可能不会 最明显的 如果它有下血 被下力 那一方面过去 我在1974年的时候 我到了美国的美岛 所谓美国美岛就是 完全是一个疾病 恶性传染病 里面的非洲猪瘟口体力 那个地方在训练 外国的这个学者 我到那里 我看了这个非洲猪瘟怎么感染 那口体力怎么感染 那怎么发病 所以那个非洲猪瘟感染以后 它一面下力 这个非洲猪瘟的 这个感染的猪呢 还是一面吃四量 但是这很快它就死了 它的潜伏期 差不多四天到六天 就是都病毒的潜伏期 那看病毒的量 如果像急性感染的话 那这四五天就开始发病 它的过程呢 也是差不多六天 一个礼拜左右 就很快就死掉 所以我们的养猪业者呢 如果说要发现 这个非洲猪瘟的那个病例 事实上是不会困难 因为它猪瘟就死掉 无缘无故的猪死掉 当然可能猪也有所谓心脏病 但是那个是非常少的 那个猪是不可能的 但是一个猪场 病征不难发掘 这个就是非洲猪瘟 超级病毒 有异样的时候 不能感 不会说不感觉到 但是这个就是说 养猪业者本身 要怎么样来警觉 你为了台湾 一定会进来 但是进来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们不晓得 我想应该是会点或是小小的一个面 那时候以我们台湾的 现在的防疫的科技 我们现在防检局 他们的一个运作 应该要把它 在当地要把它破灭消灭 是没有什么困难的 只要养猪业者配合合作的话 那就不要隐匿 那隐匿下去就跟口题一样 防疫事同作战 然后请教局长 几个问题 第一个 今天好像又有肉制品 夹带肉制品进来 最新的状况是怎么一回事 那第二个 大家很想知道的是 现在防疫上到底 有没有一些漏洞 这些高风险存在 是什么样的途径进来 那第三个 刚刚赖老师已经讲了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养序厂就起低 低限这些人员 你们的防疫措施 怎么去强化 现在我们这样看 就是大陆这边 是我们的最高风险来源 因为它跟我们是邻居 然后我们两岸的旅客的部分 一年可能有800 超过800万人次的往返 这个是一个 很危险性很高的一个状况 那但是我们现在 刚才因为我们就讲说 我们这个将来 好像一定会让这个病进来 那我们现在是竭尽所能 希望就是说 把这个病阻绝在境外 所以现在所有的防范措施 都在边境上面 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在做 那包括我们 一般的货物的移动 我们有官务署 有我们的海巡署 协助我们 不管是针对正常的货物 或者是走私的部分 做这些查查 那另外当然 针对旅客席带的东西 也是一个高风险的一部分 包括一些很少量的东西 就可能造成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也已经 从今天凌晨开始 我们把我们的 这个财阀基准又调整了一次 把第一次从疫区输入 非洲猪瘟的这些 感受性的这些猪肉的部分 提高到20万 那如果发生第二次的 袭入的话 就是100万 所以这一次已经 肉品本来在国际上 就不能够去流通运送 你们现在是只针对 疫区 只要查到疫区的部分 就财阀第一次就20万吗 还是在肉制品 只要进来 就是财阀这样的金额 这有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有一些不是疫区 那有一些 比如说你今天所财阀到的是一名 我看中国现在有查获有十件 越南有一件 印尼一件 那财阀的部分 先前都是有三万跟五万 这里头 比如说越南的这一件 是猪肉或禽肉制品 印尼这一件是牛肉跟鸡肉制品 泰国是猪肉制品 匈牙利这一件是猪肉腊肠 这个未必是来自于疫区 对不对 这是因为只要是有肉品的话 就进行财阀 中国十件里头 罚五万的有四件 罚三万的有五件 罚一万的也有一件 那这两天比较新的部分 一个中国籍的配偶何姓女子 她从福州搭机来到桃园国际机场 被海关跟防检局人员查获夹带 15片的猪肉肝 开出等于是第一张20万元的罚单 另外一个是 这两个都是今天最新的 西安的这一名陈姓女子 被查获西弹没有申报的火腿厂 0.58公斤 也同样处20万元的罚缓 是不是 对刚才主持人举的这个例子 前面有一些案例是 旧的财阀基准 旧的财阀金 三万五万 今天我们开始是新的 那我们现在新的 一查获就是20万了 对新基准里面是这样子 针对来自于三年之内 发生过非洲猪瘟的疫区 的猪肉制品的话 就是20万开始 那如果不是猪肉制品 其他的肉类制品就是1万 那所以他的调整的这个部分 那其他没有调整 是上一次我们其实从14号 就开始实施的 的部分就包括 就是口提液 还有禽流感的疫区 如果是来自于这些疫区的话 是从三万开始起跳 所以等于是说 第一次首次被查获的时候 的起点是不同的 那尤其加重 针对非洲猪瘟 我们对他的非常的 这个疫情可能产生的 风险性这么高 对他加重财阀 那中国也是口提液 跟这个禽流感的疫区吗 对 那中国中国是非洲猪瘟的疫区 口提液的疫区 还有禽流感的疫区 可是中国跟我们之间的往来 又这么频繁 所以局长继续想请教 在防疫上 有没有什么漏洞 我补充一下 禽流感 世界的禽流感的烟源 是从中国来的 因为很多的禽流感 都是在中国这个地方 它重组 然后创造出 产生一种新的病毒 然后靠着鸟类 传播到欧洲 传播到我们亚洲 传播到全世界 所以它那个是 禽流感的一个制造工厂 我补充到这里 是是是 所以中国是这么多 病毒的疫区 可是跟我们往来 又是非常密切 如果按照这样子 这个病毒 你们都长得了吗 挡得了吗 一旦进来呢 怎么应应 应该是说防范万一 就是说我们也在境内 就是我们国内 自己的防疫的部分 我们要强化 其实还有好几道防线 我们可以做了 国境上面 当然我们现在是重点 因为它还在境外 所以这部分我们要强化 所以我刚刚有讲到 我们有好多部门 其实大家都在这个边境上面 有把关的任务 所以大家会集起来 一起来完成这件事情 那境内我们现在要做 要做一些筹备工作 比如说我们 我们真正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防线 是在我们的畜牧场本身 畜牧场本身 自己的生活安全要做好 所以让什么东西 进到畜牧场去 会带病毒进去 应该是这个农人 自己就要 自己要注意的事情 所以变成说 理论上 什么样子的人可以进去 他自己要进去 是不是要保持 自己身体的干净 比如说他曾经去过疫区 是不是他就要自己 要做自我的清洁消毒 或者是隔离 一段时间再进入 或者是其他的车辆 运送比如说飼料 或者是我们的 受医师的进入等等 有很多相关产业的人 会进到他的场域里面去 那是不是都要得到 相同的管控 那这个提升这个 生物安全的这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环节 可能是要由我们的农民 自己做这个自主性的管理 来达到这个目的 那当然我们的 另外我们的 地方的这个防疫机构本身 就有我们很多 专业受医师 会去做这个检查 提升这些 如果不到位的这种管理 那以及最后 当然还有一关 就是我们在屠宰场这边 屠宰场我们这些 这些猪送到屠宰场的时候 土地像刚刚賴老师有讲 它的病征其实是很明显的 如果在屠宰的时候 过程看到有发病的时候 我们也会回溯到 这个养猪场去 可以做这种疫情的防范 那另外一方面 当然也防止这些东西 上到我们的食品的市场里面去 它的病征有哪些 你说有发烧还有呢 下粒 主要其实它身体上 有一些子斑 这个是发病的时候 那是很明显的 然后如果屠宰的时候 真的它一些内脏脏气的一些 一些会有这种 比较明显的病征 你也是屠宰之后 解剖之后 它的皮障有肿大情形 可是我还没有解剖 还没有屠杀之前 它的外面的一个特征里头 所谓的红斑紫斑 明显吗 还有发烧的状况 明显吗 应该这个 它叫急性或亚急性 都非常短的时间会死掉 有些大部分急性的人 根本都看不出它的一个病变 或者症状 那有 我说比较症状典型的话 就是活活的猪 它是有下那个血便 那我们台湾的猪瘟是不会 台湾猪瘟有神经症状 这个不会 它虽然是感染了 它的食欲还是很好 所以这个非洲猪瘟刚才局长说 我们如果送到屠宰场屠宰 我们发现 哇 那完蛋了 一堆猪就屠宰了 那你就把病毒整个出去 绝对不能有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他刚刚说 这个第一线的这个 你绝对不能 你的进出要全面去管制吗 可能会带病毒进去 局长今天如果有一个猪瘟 把它有感染到非洲猪瘟的这种猪 又运到在屠宰场 这种的猪瘟是要罚的哦 一定可能要判刑的哦 你这个会整个国家的经济 会被你搞垮哦 所以这个东西里面 在这个猪瘟的训练的时候 要非常小心 不是 要严格要求 要严格要求 对 所以我想起来 你现在管制的部分 从外来 因为这个病毒现在在境外嘛 在中国超级病毒很多嘛 可是你现在管制的是物品 可是这个病毒很容易也会附着在车子 衣服跟人啊 那你们对于这些境外 尤其疫区 移进到台湾的人 你们有做什么管控吗 现在是这样子啊 因为人也可能带病毒 比如说我就去东北三省啊 我去那个地方可能就是一个疫区 那我从中国大陆回来 你也没有管控我 可能我就跑到起地的地方 那我身上的病毒就感染了给租资啊 那这样就进来了 台湾就沦陷了 这个部分你们怎么管控呢 现在是这样子啊 就是说跟畜牧业有关的从业人员 我们现在已经也有锁定一些 所谓的高风险的这些人 就是他可能在两岸养猪 或者是他是比如说兽医 有可能会提供两岸在做这种服务 针对这些人我们有管控 然后交给移民署那边 在入境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检查 大概目前可以做的是这个 那另外当然这种类型的人 有一些不在我们的管制名单 我们也一直持续的就是呼吁 就是说大家其实去疫区的时候 不要去畜牧场参观 回来的时候 如果是相关的人员的话 他就要隔离七天至少 不要再进到自己的畜牧场里面来 这个部分我们也一直在强化宣导 是 来听你 我应该冲一下 就是说目前大家所担心 就是像小军所说的 如果他从国外 然后回到台湾 他身上可能我们现在都是道德劝说 说你可能不要去疫区 然后不要去畜牧场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确认他有没有 所以我们目前在旅客出入境的时候 我们都会使用消毒坦执行消毒 这个是在他进来的时候 我们会去做这样一道程序 然后对于高危险群如果说 两岸畜牧出入境的人士 目前也有在另外做一个特别消毒 就是说现在其实我们要境外跟境内 都要共同管控 虽然我们现在知道说 目前说的病毒都仅止于境外 可是仅止于境外 这个病毒真的是太恐怖 为什么今天小英总统要站出来说 这个是比口提疫还严重啊 我们还记得20年前口提疫 可以说我们整个台湾的经济是 损失1700亿 然后甚至所有的我们的养猪户 还有所有加工厂还有饲料厂 全部几乎全面是哀鸿遍野 所以那个时候到现在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非洲猪瘟 是比口提疫还严重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境内跟境外 我们以致性的在做处理 刚刚局长所说的 其实我觉得大家的螺丝都要酸紧 我们不能有一丝的松散 所以我们现在说的很严重很严重 总统也站出来了 说明了这一切 可是问题是我们的行政单位 有没有每个人真的螺丝松 把他酸紧 尤其你要到畜牧场 如何去劝导他们去注意 尤其刚刚赖教授跟局长有说的 其实发病的株子它有四级 他肾极极亚极慢性有四种 那当然如果肾极你马上 他马上死亡你发现得到 他马上死亡 可是如果到了慢性 他是整个病状是不明显的 而且是持续数月 所以其实在这当中 我们到底要怎么去把 所有的防疫措施做得很好 而且其实最重要是 畜牧场本身要有这样的警觉性 说这一个部分 如果没有配合我们中央 来做处理的话 可能如果爆发起来 可能会比口提议还严重 我们大家彼此一定要有 这样的一个警觉性 否则你不论是中央不断的呼吁 但是如果我们在地方 没有配合的话 我相信我们的境内 就像赖教授所说的 这是非常恐怖 如果说真的一进来的话 你挡都挡不了 因为那个串联性 所以其实你看 这个是 这个是全世界 现在全世界非洲国家 有29个国家 然后欧洲有17个国家 亚洲是目前只有中国 没错 可是到底依照现在中国 他整个说真的 他是所有隐匿 所有隐匿 他可以隐匿到说 现在已经22省 都已经有所谓的非洲诸瘟了 可是目前 所有的卫生组织 完全没有办法掌控这些讯息 到目前为止 我们包括问了农委会 包括问了所有的单位说 到底国际卫生组织 掌控了中国多少的这些资料 没有人知道 不知道 所以这个是非常恐怖的 所以我们还是认为说 其实依照中国这样的一个策略 其实他们就是隐匿 它的隐匿已经引发了 所有全世界的恐慌 只要跟中国有在接触的 其实目前为止大家已经开始 可是我觉得国际组织也都慢半拍 为什么我这么说 其实到目前为止 我今天一直请我们办公室 问各单位说 我们国际的卫生组织 到底有哪些单位 已经把这些资料通报了 完全没有 而且现在也只有菲律宾 有禁止中国的肉品进口而已 其他的国家也还没有 所以大家现在是被中国蒙蔽了 那是现在说真的 我们因为有20年前口提议 那样子的一个恐慌 所以我们现在整个国家 是提早作战 提早作战 防疫如同作战 提早作战 所以在这个提早作战的当中 我们势必一定要把他阻绝在境外 阻绝在境外 不要让他到我们所有国内来 要不然台湾就是这么小 你说株子没有互相影响传染 那是很困难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一定要把他阻绝 在我们整个境外之外 所以我们真的要拜托 我们所有的民众 一定都要配合 全面配合 我补充一下廷威的那个 你刚才讲那个病毒 可以引起极性 亚极性 或者什么 现在这个病毒是非常毒的 世界最毒的非洲猪瘟 它是基因第二型 OK 这个病毒呢 事实上 它没有所谓 它感染到就死了 百分之百死 你刚才讲的 那个会变成 感染到猪肢 猪肢百分之百 就一定死了 而且一定感染 那你现在这个病毒 会变成比较弱呢 都是在野猪身上 它在那一代季一代 它有没有潜伏期 潜伏期 现在这个潜伏期差不多四天 四天到六天 有啊 这个很毒的 你感染到也是要 它的病毒发育以后 它要在全身的内脏去 然后引起它的出血 所以这个毒啊 中国感染这个毒 跟俄罗斯感染的 跟东欧感染是一模一样 它的核酸序列是一模一样 非常毒的 并没有说雅极性啊 或者什么 因为非洲猪瘟的病毒 在猪里面呢 它就引起死亡了 所以它不会发生变异 而且它是核酸 DNA病毒 脱氧核糖核酸 这个DNA酸骨的病毒 非常的稳定 所以它不容易突变 那我今天在讲 这非洲猪瘟病毒 事实上很可怕 它跟我们艾滋病 很类似的 艾滋病是感染我们的T细胞 免疫T细胞 那让你这个免疫系统都破坏 非洲猪瘟的病毒是感染什么 它感染猪里面的一个单核细胞 跟吞噬细胞 那这两个单核细胞跟吞噬细胞 也是免疫系统的一种 非常重要的细胞 所以它没有办法产生 这个所谓综合抗体 因为一个我们如果 旅行性感冒 感染啊 我那两个礼拜一定好 因为我身体里面产生了一些抗体 那这些抗体叫做综合抗体 可以把这个流感的病毒都杀死 非洲猪瘟的猪它感染了 它没有 它又产生一些抗体 但是不是综合抗体 这些抗体呢 不会杀死非洲猪瘟的病毒 所以呢到现在 没办法来发展出这个疫苗 1957年到在葡萄牙大县 已经五六十年 快要五六十年了 我们现在的事物科技这么发达 但是这个疫苗就是没办法研发出来 这个病毒超级病毒这么强啊 等一下赖老师跟局长在细部来告诉我们 因为它的传染途径 不只是它进由猪跟猪之间 人啊物品啊也都很容易感染 然后它的墙跟可怕到底在哪里 可是我觉得蛮震撼的是说 来自于中国的一个情形 来 于凯 现在中国的一个状况 可不可以帮我们做一些补充 那尤其是网络的这一段的画面里头 那你所看到的又是什么呢 我们为什么说这个非洲猪瘟这一次的事情 要非常严肃的看待 因为我们可以从它的传播路径 8月3号的时候 它在辽宁省阳的时候 发现有非洲猪瘟的情况产生 那它扑杀了多少 扑杀了将近8000只的猪资 然后在8月15号的时候 中国官方宣称它已经控制了疫情 可是就在宣称的隔天 就在8月16号 隔天它在河南的这个惠州 它就发现了第二起的猪资感染事件 所以第二起是在河南 对 在河南这里 这边已经扑杀8000只了 OK 第二起在河南 OK 而且最重点的是 它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它被感染了 第一起是在沈阳发生 那这个双汇公司 就是中国一个很大的肉品集团 它的公司在这里 它养猪在黑龙江这里 那它把猪资从黑龙江 送到河南这边来 的过程当中 在出发的来源源头的检疫报告 黑龙江是没有检出的 但是在惠州河南这边检出了 所以它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这中间过程发生了什么事情 检疫没有检出病毒 然后运到这边病毒就出现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很有可能就是在运输的过程当中 因为它有在沈阳这边 因为塞车的关系 是 它停留了五天 它停留了五天 所以会不会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感染了 有可能 但是我们其实也不知道 那接下来呢 可是沈阳应该会有发现 沈阳株式应该有问题 才会病毒会传染感染 沈阳已经出现了 8月3号已经第一期 然后中国就宣证 它已经压制住这个疫情 但是这在它宣告的隔天 疫情就在距离2000公里外的河南 又发生了 那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 江苏第三期 浙江第四期 然后来8月26号 跟中国最近的这个南韩 它的海关 就证实中国攜带的这个猪血肠 里面含有这个非洲病毒 有 OK 所以南韩检验出来了 对 那接下来就更可怕了 它接下来就直接传到了 3600公里外的云南 只花了多久的时间 只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它就传到了3600公里之外的云南 那我们刚才有讲 之前在巴西在西班牙 发生非洲猪瘟的这个疫情的时候 它顶多每年是100公里的传播速度 可是这一次两个月内 中国就从黑龙江传到云南 这是3600公里的一个距离 我们就知道 所以台湾在这边 11月8号离台湾最近的福建 普田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两边有一些船家在走的这个路径 普田这个地方 对 普田 他发现了也有非洲病毒 非洲猪瘟的病毒 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绝对不能够去大意 因为现在12月开始 青海也有了 四川也有了 那这个官方的数据 他们中国报道 那个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数据是 铺杀24万只 可是我们刚刚去他的农业及农村发展部 中国的农业及农村发展部 他在11月12号的时候 就公布了他铺杀了60万只 11月12号的时候 在官方的中国的农业及农村发展部 他就公告铺杀了60万只 代表他报道这个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这个数据 是有问题的 那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 目前中国他继续在打压这个疫情的资讯 昨天有一个富人 他因为去宣导说 现在猪肉很可怕 加工品最好要少吃 结果他马上就被逮捕了 中国这名富人去宣导 所以中国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他没有在解决这个问题 他是在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而且他在控制整个资讯的传播 在这个情况底下 他会变成整个世界里面 一个我们最高风险的疫区 整个中国都是疫区 那刚刚这个流传的这一个 珠瘟在这个不断地出现在 这个小村庄 你有去搜寻 这到底怎么回事 因为我看是有人开车经过之后 沿途看到整个死猪的一个尸体 而且全部都躺在地上 部分还流出大滩的这些血水 那我们听一下这个现场声音好不好 这边三面少一些 天的猪猪全部死了 天 他是这种 天的损失 别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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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碎 全部都洗 水包都来洗 哎 没有碎 嗯 我们这都 不同 你所瞭解是怎麼樣的狀況 現在就是他們對於整個豬瘟的掌控 有點失控 我們覺得很震撼在街頭 西底亞這樣沿路上 沿路上都是西底亞 你還不知道要運到哪裡去做加工 所以他們的防疫單位 並沒有很嚴謹的去處理這些感染的豬 不應該給他這樣 用在這個街頭 那在豬場裡面的怎麼樣的處理 我們都不清楚 那為什麼今天剛才我們既然講的 為什麼會 這不到兩個月搞了 兩三千公里來 那這個就是表示他們現在 已經把這個病毒 整個在 他的中國的環境裡面 整個已經污染了 所以這是非常可怕的 據想說他這樣的做法 基本上可以預估的是 他的疫情絕對沒辦法控制 他只會不斷的擴散 因為如果說連這種有疫情的組織 都可以丟在路邊 表示他這個是會不斷的 因為我們的車輛經過 他就會感染 感染會不斷的這樣子一個流傳 所以老師給局長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病毒出現在這個豬隻身上 這就是在路邊 我車經過病毒就出現在我的車上 然後我的車再開到另外一些地條 這個病毒難道就不會傳染出去嗎 會啊 會吧 所以我人呢 我人呢 我人站在那裡 我可能也被 你人也會被污染到 我也會被污染到 你的鞋子 你的鞋子 鞋子都會 因為這路邊嘛 病毒已經可能依附在這道路上 你若是一個人 走去看一看 他又經常回家 他就對了 所以整個村莊 整個村莊都全部感染了 都全部感染了 而且我也不知道 中國這樣全村莊感染有多少 而且我其實 不好意思議員 我根本懷疑從中國內部傳出來 剛剛說8月3號 8月4號到哪裡 我根本懷疑這個數字的真假 因為在中國那邊 已經不斷有各種的資訊流出來 像這個是我大概一週前 就收到的網路謠言 一週前 對 那時候就講說 中國大陸某某醫院 已經出現多少男女生病毒死亡 那這個一查就是謠言 可是它的下面就是說 其實說是 中央一台電視新聞已經播出了 請大家 接著你仔細看 請大家暫時別吃豬肉 特別是乳原的豬肉 目前廣西貴口 已經有多少個 已經感染的這個情況 指的是豬肉還是什麼 我們並不知道 那這個看起來 這個應該是中國內部 傳出來的網路謠言 那當然它後面又加上 我們一看就可以知道 可能是謠言了 收到馬上發給你關心的人 為了健康 還是少買豬肉吃 看得快傳 那這個看起來 會不會就是中國方面 傳出來的 要警告的訊息 我們並不知道 因為這個是謠言的時代 可是對於中國來說 這樣的情況 以他們的政府 維穩經費這麼多 它當然就是去撲滅這個謠言 它不是撲殺豬隻喔 它是撲滅這個謠言